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9日 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正日 今天就有好消息 較早之前已經知道 全港在熱烈慶賀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 原來是林鄭月娥的粉腸 777 竟然在禮賓府說了 藍媒也說在禮賓府下跌倒 那麼禮賓就禮賓吧 照說就可以了 不需要 那麼掩飾 你也有很多人想鬥他下來的啦 我告訴大家 說真的 在建制裏面 想林鄭月娥的人 為數相當不少 雖然全港人口比她多 黃絲打人數多 但是藍絲想去禮賓的人其實也相當多 她真的眾望所歸 不知道她在搞甚麼 到底為甚麼會在禮賓府下跌倒呢 當時她在做甚麼事呢 是不是在練腳刀呢 為甚麼無端端 為甚麼要在禮賓府裏面練腳刀呢 她又不是軍佬 這件事充滿 謎團 不過我們就慢慢跟大家分析 也先慶賀一下 繼續說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用無限loop大法打開節目清單幫我們播放 全香港其實最近的好消息層出不窮 一早也說了 其實鬥長命的好消息一定是接種而來 除了林鄭倒楣之外 當然想親手制裁她 但是不要緊 林鄭月娥還未死 還有這個機會 大家要努力一點 先說說發生甚麼事 話說大概在 6、7個小時 之前 左右 行政長官辦公室深夜忽然之間發聲明 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8日 晚上的時候在禮賓府倒楣 他說跌倒 他負傷志恆前往醫院 經過醫生檢查之後 證實林鄭月娥右手手抓 輕微骨折 按醫生建議林鄭月娥繼續留院觀察 還暫時休假 林鄭月娥現在就在瑪麗醫院留醫觀察 19日 行政會議將會休會 會議之前 本來就會有見傳媒的環節 會取消 林鄭月娥這段時間就是休假 最開心的是誰呢 全香港 大家細心想想就知道 按照港共的權力鬥爭 權力架構 現在 將會 做處任特首的 就會是 李家超 因為他是政務司 之前林鄭月娥多次 因為其他原因 需要由政務司 處任 當時張建宗 很開心 想著自己 做Pan B 一直在想 如果林鄭月娥被掃進來 有機會就做行政長官 現在水鬼星城王了 最高興的 就是李家超 李家超 由一屆武夫 由軍佬 升下升下升上來 保安局 保安局再做政務司 政務司再做 行政長官 說真的 第一個最想謀反的應該也是李家超 第二個就是鄧炳強 現在香港這班 港共高官其實在玩一個遊戲 大家都很熟悉 韓劇就是魷魚遊戲 他們 只要將競爭對手減少 競爭對手減少 他們就有機會 可以獲得 獎品 所以 表面上 他們做的事 好像沒有那麼殘忍 但是實際上 他們做的事 就是相當之骯髒 相當之血腥 相當之恐怖 甚至乎他們不惜 殺死對方 不在話下殺死對方 還要 牽涉其他無辜的人幫自己上位 這班人 就算不是自己下手 這班人全部 雙手是沾滿著鮮血的 包括李家超 林鄭月娥 鄧炳強這些人 一條又一條的人命 在他們手上 所以 對這班人 不要客氣 這班人倒楣死是應該的 先講講網民留言 網民就是 全香港今天熱烈慶賀 大家一起研究到底 林鄭月娥會不會沒得做 會不會 當年董建華說腳痛就不做了 林鄭月娥手痛 這次跌倒了 因為上次是腳痛 這次是手痛 本來林鄭月娥是可以其他痛的 不過我不說了 很多人留言 竟然還有人抓他身體健康 想他不要死 我已經一再解釋過了 希望大家詳細了解 壞人就他入院 是不足夠的 尤其是 就像鄧炳強 李家超 警務處處長這些類型的人 因為即使他日日要留院 他 一樣有機會可以下命令作惡 所以不能夠亂納亂就他們 長命百歲百病前身 只能夠就他們快點死 為了其他人安全起見 他們最好快點死 細心想一下為甚麼會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全港 保安最嚴密的地方 應該這個是 禮賓府 難道禮賓府裏面也可以發生意外 這個反而應驗了我們 差不多是年多之前說的話 這個是最新式的 其實就是 就是 在禮賓府裏面 糊塗死 就是因為 忽然之間 死因沒有可疑 變成其他人接任了 跟中國大陸 真的可以接鬼 中國大陸 最流行是抹槍 無端端 就是人們會從高處墮下 林鄭月娥這次 禮賓府裏面 那就是 非常有啟示 到底會不會是那麼簡單呢 純粹因為 深水不靈 可能最近看了不同的節目 聽了不同的風聲 包括升旗易得 覺得習近平的位置坐不穩 所以 有點擔心 因為林鄭月娥 才是這個世界上 最明白 如果習近平的位置坐不穩 他自己 一定是落鑊 沒有命的 所以 聽完節目 開始就深水不靈了 於是可能就落樓梯的時候 就破街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當然 如果用另一些可能性去看 他現在就算在麗賓府裏面 一樣可以出事 剛好也弄傷了他的手 上次有個好姐妹叫做鄭若驊 也是在英國的倫敦 被示威者 說被示威者 當時 倫敦beach is falling down 那個beach就是八婆的八婆 八婆的beach 跌倒 然後就弄傷了手 林鄭月娥也是右手 手抓有事 鄭若驊也是右手有事 當時我記得醫生說 鄭若驊的手 損毀不能運作 我記得說得好像機械人 林鄭月娥現在也是相同情況 林鄭月娥右手損毀 暫時右邊手無法正常運作 林鄭月娥因為右手損毀 無法履行職務 所以就處任特首 休假休休下 可能連位置也沒有了 林鄭月娥現在應該是最心急如焚的那個 個位無端端就被李家超坐了 雖然李家超 說是 林鄭月娥馬房 提葵上來 但是 共產黨的權力鬥爭 如果你們真的了解的話 你就會知道哪個提葵 哪個上來 這件事 其實已經被打破了 大家看看習近平就知道 提葵 習近平上來的人 習近平一樣也不會給他面子 所以其實現在應該要害怕的是林鄭月娥 李家超 做做做做 位置就沒有了 反正沒有理 跟有理也沒有分別 你也是負責拆鞋而已 李家超 學會了 鄧炳強也學會了 換句話說 林鄭月娥 成為格拉底毛 他現在可有可無 全港市民今天就是熱烈慶祝 熱烈慶祝 林鄭月娥 一個不夠 但是也是一個好消息 在我們這個情況之下 任何好消息我們都不可以放過 接下來希望我們有更加多好消息 除了他們被天收 黃天擊殺 落地獄之類 其實我們也真的是一個願望 香港人我覺得要親手制裁這班 我們應該繼續向這個方向進發 今天也是繼續小鳳車出場 最近小鳳姐 很繁忙 我們開始看到這班人 真的好像天空有點看不過眼 所以就祝他們 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 你們這些混蛋 快點混蛋 我們這節就是特發消息 我們這節就是特發消息 講到這裏 也有詳盡分析 Tony會再 分析一下政治啟示 以及背後陰謀 我們這節就是特發消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